见弥陀者 相处业障 愿弥陀者 不会残养 爱弥陀者 安足愿望 愿弥陀者 几土自粮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连游晚上好 下面的问题一个一个来 请问师父 《弥陀经》 《无量寿经》中 《国中天人》 《国中菩萨》 皆是大阿罗汉 是有什么区别吗? 《净土经典》当中 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子的 它的各种指称 我们不要执着它是真实的一个身份 它是随胜他方世界的称谓 称呼来指称的 比如《国中天人》 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真实的人道的这样的人 他是他往生之前在人道里面 信愿持民念佛 没有断烦恼 所以就只称为人 还有天 他是从天道里面往生的 所以《国中天人》表明他是大业往生的凡夫 那么《国中菩萨》 他的身份是从菩萨往生的 或者他断货的程度 就是从通途教理来看 他就破一品无名这样的菩萨的身份 大阿罗汉 他是断剑施货 具有回小向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心 就像施利弗大墓接连 在法华会上或者无量会上 他们都有一个离开定性身闻总性的 这样的大乘菩萨的心 但他断货的程度是震到了阿罗汉国 就叫大阿罗汉 这些都是有所区别的 我感觉学佛和处事为人 跪在真诚而至 可是怎样才能算真诚呢 大安师傅能够针对真与成 人慈悲开示吗 这个确实这个助人和学佛都要有真诚心 自成才能够感通 如果带着虚假的心 虚伪的心来助人 也很难待人觉悟 迟早人家发现你可以骗九次 但人家发现你一次是在行骗 是在打妄语 你一切行为人家都会被人看清了 人家就不愿跟你打交道了 所以真诚是助人的 其实回报最大的一个德行 不要以为我说是谎 我得点便宜就是一个好事 正好被看破了 人家也不愿跟你交往 商人也不愿跟你来往 什么事也不愿跟你合作 那么就在学佛上面更注重这一点 学佛是修行心性 我们执心是道场 正执心 直谱的心 真诚的心 才能够与道相应 趋近道 如果你是残渠的心 虚伪的心 它都离道甚远 所以你带着这样虚假的心 修一辈子 也没有泥牛入海无消息 尤其是净土法门 它是要靠感应道教得到利益的 你这一念求往生的心 你都不真诚 你都是自欺欺人 你怎么能欺得了阿弥陀佛呢 它是无量的智慧 每个念头都知道 你恬不过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的法身便一切处 他的法身 他的愿力是真诚心流现出来的 你得要有 我们也得用真诚心去感通 用虚假的心是感通不了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 但这个又很难了 一般我们众生都虚假惯了 在阿奈耶斯里面 这虚假的种子太多了 有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就会说假话 就会打妄语 就有自欺的倾向 就有欺人的倾向 所以这就要对峙自己的烦恼 不妄语 把这个真诚的德性放在一个目的价值当中 你不要放在一个手段价值当中 现在我们国内一些讲道德的 他有时候他也讲道德 但讲道德他常常是把道德作为工具手段去讲 比如举个例子 你做个什么事情 由于你真诚 你就得得得到了什么利益 得到什么什么 你平时对下根的人这样劝说可以 但你就对真诚的道德这一点 无论是得不得利益 你都要真诚 所以他是超越你是否得利益的这个范畴 他是目的价值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这两点一定要去把它实施下来 这个哪怕吃亏 吃亏也要真诚 不打妄语 这个自成就能感通 这个无成就无误 你就什么都没有 好 请问师傅 辅报与果报的分别在哪里 这是不同的表层 你的辅报是你修善因的辅报 他也就是果报的一种表述 请问法师 我现在诵经与打坐同修 自打坐后我的胆结石病不疼了 打坐能自胆结石吗 你打坐一定要调心呢 不是为打坐而打坐 就是天台讲小指观 你的调身 调心 调心 你的这个身心呼吸与道相应 比如你在那念佛 啊 念佛呢是指自己的心 以这个佛号相应 佛号是阿七头药 他就能治你的胆结石 啊 如果你一打坐 你还在想你的很多事情 你怎么能治胆结石呢 那可能会强化胆结石 所以不是一个打打错的形态 而是你打坐里面包含什么内容来决定你是否身体健康的啊 所以你打坐还是来念佛啊 就可以了啊 那你进行念佛也同样有这个效果 行走坐卧啊 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啊 就可以 请问解手洗澡睡觉和吃饭的时候能念佛吗 首先你吃饭的时候念不成佛啊 啊 你用口吃饭你怎么能念成佛了啊 这是这不需要问了 睡觉睡觉你可以细念佛号 默念佛号不要出声 随着呼吸来细念 这是可以的啊 慢慢细念 呃 大家可能有个体会啊 我我本人也有这个体会啊 睡觉之间信念佛号睡觉很快就能睡着啊 提高睡眠质量啊 如果睡觉之间你还想很多很多事情 说不成就睡不着了啊 所以这个信念佛号能够很快让我们滑进睡眠状态啊 这个比如你吸下去阿弥 呼呼气托佛 你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很快你阿弥阿弥一下就情不自禁的就睡着了 啊 然后当你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的时候 也是这个叫佛号 这个叫佛号 现前啊 这样子慢慢的是我们在一个睡眠的过程当中 也渗透着这个佛号的信息在里面 而这个信息也在在我们睡梦当中也在熏习的话 那我们这个整个睡眠的过程 睡眠它是一个烦恼啊 睡眠它是暗的黑暗的 要在我们的黑暗里面还有光明之像啊 所以我们呃 比丘呃 这个睡觉之前 还有一个要信念明像啊 信念明像就是我们睡眠黑暗当中还有光明之像 那这个佛号是光明之像 无量光芒 所以我们信念佛号 慢慢是我们睡眠过程当中 这种余智黑暗的过程当中 慢慢渗透着智慧光明啊 这是这就是谈功夫的慢慢做啊 做正功夫啊 所以善导大师 为什么他临睡觉之前要做两个祷告啊 大家可以做祷告啊 第一个祷告就是想自己是耶障慎重的凡夫啊 啊 这个这个无所皆来投没投措 今生遇到善之时 得闻净土法门啊 怨福慈悲慈受啊 这一个祷告 第二个祷告是啊 自己念掌声中不失弥陀向好光明 怨福慈悲梦中世现啊 极见观音世智和西方净土一正庄严 你做这两张祷告啊 信念佛号 再去睡觉啊 你就慢慢的慢慢的啊 会有一些效果出来啊 还有一个他说什么什么啊 你上卫生间或洗澡的时候 你心里信念佛号 你不要出声念啊 要体现对佛号的一种恭敬啊 就可以啊 对这个就啊 顶礼法师去寺庙去供养钱才好 还是不供养好 我看佛经有提到说僧人不能碰钱的 那我们供养钱才也不对是吗 寺院是三宝所在住 有佛像 有金卷 尤其有出家的僧人啊 一切福田当中供养三宝福田是很大的啊 如果你去寺院不做供养 就如同如宝山空手而回 你没有种一点福田啊 所以你供养一定是好的啊 那你说生人不能碰钱 碰钱是 他是他的戒律 是这样 但你可以供养常住吗 啊 这个常住 他安顿修道 这些生人在这里念佛啊 在这里修行 他又有很多开销 他要有盐降作材啊 他要盖僧僚啊 他要盖修道的地方啊 他要啊 庄严啊 殿堂寺院啊 这些都是有四种地址来供养的 如果这些都不做供养 那这个寺院就没办法去维持了啊 所以你如果觉得啊 生人不能碰钱 你觉得对他爱护 你可以把钱再供养到寺院 那一般来说 我们出家人的钱也都属于寺院所有啊 如果一个老年比丘去世了 他所有的财物也属于常住所有的啊 不能属于他个人或者他的原来的家属所有的啊 大安师傅 大安师傅 你希望 永续啊 世面八方的啊 海内外的比丘 来挂单修行啊 甚至 东临寺还有更开阔的新量 永续居士来东临寺修行 因为他有白联社的联社的传统 联社里面就有支本二组啊 所以你看我们办的研究生班里面 一半比丘学员 一半是居士学员 这些 那我希望这个丛林呢 首先从他的助词领导来说 应该是选闲制 这个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子孙庙的概念 真正把有词界意识精通净土教理 能够领众修行 能够弘扬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大德 放在一个领导的岗位 那么一个寺院的助词 他能够决定这个寺院的风格方向 那么我们东宁寺 是在传宴大和尚的领导之下 我只是看个家门而已 本人的各种能力都很有限 但我希望未来的东宁寺 应该是能够吸引十方有道性的 有词界意识的 一心专求往生的 而且对佛教一种使命感的四种弟子 在这里云集 成为往生西方极多世界的中转站 成为传播净土法门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使会员大师的连设精神在21世纪能够发扬光大 这大概是本人目前的一点愿望 这个愿望能否实现还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师父多次讲经中说 阿弥陀佛最初是在娑婆世界发源修行的 弟子读经很少 对这句话信不及 还有娑婆世界和男人佛体是一回事吗 恳请师父慈悲开设 我们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是在娑婆世界发源修行的呢 是有圣言量的依据 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我也不敢去想 这不能像写论文 我要想一个很标心利益的观点 这个不是这样 大家看无量寿经 这个五十三尊古佛 五十三尊古佛谈到 这个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无央数节以前 有一尊佛叫定光佛 定光佛在这个世间注释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能后灭度 灭度之后再往上推 有月光佛 月面佛 赞谈王佛 这些佛 最后推到最后就四字在王佛 那么四字在王佛讲经说法的那个时代 有一位国王 他闻佛 闻四字在王佛讲经说法 就心开一解 弃国均王行作沙门好与法杖 这是法杖菩萨的一个因点 我是推导出来的 第一个定光佛就是燃丹 燃丹佛 我们知道它是释迦牟尼佛 在两大阿湛期间满的时候 给他授祭成佛的一尊佛 那么这是有缺陷的证据 这个授祭成佛 它是在树婆世界授祭的 那么后面的越光佛越面佛 张大王这些 这些也都是谈一尊佛 刺激在这个世界视线的 那么一头一尾 那肯定它是在硕婆世界 是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经文里面 一定会有一句话 硕婆世界 法杖菩萨 它没有这句话 但我们通过五十三个 一头一尾的推论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第一 第二 也有不少的祖师大德 也说过 像家财 道措 还有偶一大师 也都说过 为什么阿弥陀佛 跟我们缘分很深 就在于 他是在朔普世界 发言修行的 也有一些祖师大德 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再加上有 无量说经 五十三尊的 遥相复印的配合 所以我就比较放心 大胆的就说这句话 希望这不是我别处心裁 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所以你有疑惑 希望今天晚上 你就把这个疑惑晃下 这个疑惑不好 因为我们马上讲 法上菩萨在这个世间 发言修行 而且他视线的每一个身 都在朔普世界 跟我们广接法源 那么这个源 跟我们接得很深 所以我们一闻到阿弥陀佛 马上有一种感动 有一种激活 有一种事成相似 为什么 他跟我们接的源太深 那佛能不能度众生 众生能不能得度 更多的是看他有没有这个源 没有这个源是没有办法得度的 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 我们世间 你一个善知识 你水平再高 讲得天花乱坠 但是跟他无缘 他就听不尽 反之你水平可行 跟他很有缘分 一听一年半语 他就相信了 所以这个缘很重要 所以佛教说 你没有成佛之间 先要接人缘了 你没有接到人缘 甚至接一些恶缘 等你做善知识讲的时候 他就会诽谤你 他懂什么 如果你接到善缘了 很多人都来拥戴你 你哪怕说的水平很低 他都传道 很了不起 缘分 所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也得要观察缘分 跟这个地方有个缘 这是我们到温州缘法 他来的时候 我得问问 你们是怎么想到 来邀请我去缘法 这我觉得要了解 他的缘怎么样 他说 我们那里流通了几百套 几千套 你的袋子 大家听得很欢喜 很多事业人都组织居住在学习 说明这个缘就有点缘了 如果他都不了解 或者听到有很反感 那你去干什么 那最好不要去 所以他也是一个缘的问题 所以缘是我们多生多集 积累过来的 而不是说你今生就很有水平 就一定是受欢迎的 他不一定 没有什么水平的人 但是他缘接得好 他照样畅通无助 这时候你 都你看到你 你可不要说 他水平那么低 怎么那么受欢迎呢 人家就那么受欢迎 你水平再高 你没有接到缘 你就门口挪去 还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相信 阿弥陀佛缘分很广 尤其跟我们的缘分自身 所以相信他在娑婆世界 发愿修行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娑婆世界和南弘弘弘地 不是一回事 娑婆世界是一个大的 以佛所教化的 叫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严佛体呢 比如三千大千世界 是怎么 这个空间概念 怎么来的呢 比如 先是一个小单位 小单位就叫一世 一世天下 一世天下是以 一个须弥山 做一个中心 能和分部 四大部州 南沾部州 百巨多州 西霍尼州 那么南沿佛州 又叫南沾部州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 是我们一世天下的 四分之一的一个地方 那么一个一世天下 一千个一世天下 就叫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这样的中千世界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由于有三次的三次成方 就叫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上就叫一个大世界 那是无限广袤 他就是 所以一世天下 里面的一个南沿佛体 跟一个苏博世界的 它是一个相差很大的一个空间概念 不是一回事 请慈悲开始 多色六根近年相近 具体在念佛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应该怎样做 才能达到这个要求 多色六根 就是眼耳鼻色生意六根 你这个六根 都用佛号来设置 六根当中 最重要的是射耳根和异根 这个我们这两个弓 两根的弓得最强 这两根也容易外面跑 如果把这两根射出的 像身根 鼻根 舌根 这都不射自射 那么这两根怎么射呢 你耳根就自念自听 自己从心里念出来 念出声音再从耳道听进去 有一个小循环 这就把耳根射出 一根呢 你就比如说给他计数 念一句佛号 计一 念两句 计二 这就给一根拍个任务 你要么你不拍任务 他可能口里念着 这个意念跑得很远去了 想都飞飞了 所以为什么提一张实验技术法 就实验技术法又把它念清楚 就把这个耳根一根射出 那么射出这耳根 其他四根不射自射 那么这句佛号又是这个淋淋不昧 念念相续 这句佛号是清净的念 是阿弥陀佛的十相的念 所以这句佛号的延续就是禁念 不坚等不夹杂 这相继 这都是我们用心去做都能做得到的 用这个都射六根纪念相继 这样做功夫 就能慢慢的开始以生命心意乎念佛 到最后以念佛心 如无声忍 就能够 以众生心意乎念佛 就是当来见佛 以念佛心度无声忍 就是现前见佛 无论是什么水平境界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是这样的关系 请开始 一个人有信仰后 这一生应该怎样活 才有意义 如果你真有信仰的话 这句话你就会有答案 当你还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明你信仰还没有获得 信仰本身就包含着生命的意义 最高的价值 何以过 安心立命 安心立命 是一个人生命当中 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而这里是要从信仰切入的 原来我们常常讲一个比喻 就好像一个人 到一个陌生的城里出差 出差他到那个城里 第一件事解决的 就是找一个住的地方 找到住的地方 放下了行李 他去办事 哪怕他事情很多 他心里都很踏实 我手上拿着这把宾馆的钥匙 我再晚我都可以回我的房间睡觉 假使他没有安顿好一个住 安顿好住处 他就背上沉重的行李 到处办事 他越办事 越慌张 尤其到黄昏的时候 我办完事 我到哪去住啊 他这过程就充满着一种 不安 惶恐 于是 我们扩大来说 出差到一个陌生城市 是这样的心理 那么我们 被一种无名的力量 用沙特的话来说 被一种 荒诞的 偶然的力量 抛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那到这陌生世界以后 我们也是在出一趟差啊 我们是匆匆的过客啊 那么在出这趟差 应该最先找一个住的地方 试问我们找到了住的地方 没有 那找到地方 我就踏实了 就放心了 干任何事情 我都吃定心完了 找不到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净土以法 你只要相信了 你就等于找到那个安心灵敏 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你就不妨碍你 做世间的事业 你深知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能够到这个住的地方去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故乡 我随时都有这个 信愿辞明的这把钥匙在手上 随时登上这个飞机 踏上这个轮船 这个票都不作废 你看 这个这种生活 就不是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吗 出世间的利益 和世间的事业 都能够兼顾 请问 临终的事情 东宁市现在有住宴的安排吗 你还问的是恰到好处 我们东宁市的住宴团的团长 还有很多团员都在做 目前东宁市也确实在 四种地址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之下 我们还真的是真实着手的把东宁住宴团的各项工作正规化 所以我们现在盖的一个楼 这个月底或最多下月初就能够住 我们准备有一批专门助念的 有比丘 有比丘尼 还有更多的是居士 随时进入准备状态 来帮助助念 这是我们心量比较大一点 来自全无阁地 他愿意来东宁市往生的 我们都接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就是周边的城市 尤其在九江南昌 乃至于武汉 这些我们能够到的地方 他在家里往生 如果对我们有所要求 邀请我们派人去 我们也会派人去 在家里帮他们住你 我们是敢 虽然这项工作对东宁市长处来说 是加大了很多功德量 但我们也深感 这是对众生很重要的一桩事情 只要众生有这种需要 我们辛苦一点 也在所不止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说 东宁市现在助念的安排 已经是十节因缘成熟 欢迎大家共同加入这样的一项 利益众生的活动 请问法师 能否劝人不要吃肉 本人学佛后已发心不再吃肉 但朋友请客时 硬要把肉拿给我吃 此时我甚为烦恼 不知如何是好 若不吃是否不慈悲 令众生起烦恼 啥办 看来你这烦恼 如果你为这个事情烦恼的这么重 那你碰到重大的事情怎么办 首先你的自己有主见 对于学佛的人来说 和一般的世间的正人君子来说 或者对一个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所注重的人来说 不吃肉都是最好的选择 西方的很多人 他们提倡数十运动 有时候并不是出于一个宗教的需要 而是出于身体健康以及环保的等等考虑 包括动物保护 一般的人都能做到这个 我们就得要把不吃肉这么一个慈悲的念头 自己要有信心 不吃肉对自己好 对众生好 对他本人也好 如果朋友要请客硬是把肉要拿给你吃的时候 正好这就是向他传播不吃的好处的一个机会 你首先表白我是一个学佛的 希望你尊重我的选择 我不要吃 然后你再告诉他吃肉的一些坏处 那尽管他不是都马上转变 但至少他不会强加 这我是有体会的 原来我也是住居士多年 这个我们那个学校 原来有一个春节前要会餐一次 会餐一次 我也怕这种会餐 因为我在家里吃素 他们也也不知道 这一会餐的话 有可能就会暴露 是有一天 因为会餐它往往是平时吃不到的那些山珍海味都要上 上的话 蔬菜还正好很少 但我们系里面都有个同事 他是我学佛的 我常常告诉他 这个时候你帮点至少两个素材 他一般会悄悄的帮我点两个素材 那你们就吃那个 我就吃两个素材 是有一年 正好坐着我们一个女老师 她也发现 我就专门吃两个素材 她就问 你不吃肉啊 我也不能打妄言 我说我不吃肉 他很惊奇 你不吃肉啊 那人生的享受 你就失去了太多了 然后这次谈人生享受 我就跟他什么叫人生的享受 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肉里面 你说他正好有很多毒素 他什么会有毒素 我就跟他讲 人生气会有毒素 猪被杀的时候会分泌出毒素 所以吃猪肉对身体很不好 猪肉只会跟他讲 他能听进去 那么在场的 都有几位老师 还回去把我的这一番话 跟他的妻子或者跟他的丈夫去说 大家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但想一想也有一定道理 最后据说他们也程度不同的减少的吃肉的次数 你可以去说 没有问题 当你说的时候 你要很有自信的说 也要讲的有证据 再一看 你自己吃素要 都要身体好了 如果你吃的 受不垃圾的 对身的病 那也不好 你自己通过吃素 身体也比较健康 以身风法 你看我吃素 你说吃素就不行 营养不够 我也吃素十年了 因为我也营养够 这也是很重要的 不要不一吃素 受不垃圾的 面黄寡少 那个素不能吃 所以你不要去迎合说 硬给我肉吃 我就吃 不吃就不吃杯 你这个东西就麻烦了 那你就没办法实现吃素了 会过餐 他就跟我们加入 加入你就老老实实吃 不要这么老实 你不要担心他起烦恼 你跟他讲 他会起欢喜心 因为人众生 还都有一个 对你不吃肉 对你持戒 他内心会佩服这样的人 一般来说 所以你只要有正气 不会让他起烦恼 他反而会佩服 佛说 阿弥陀经上说 祖福出广昌十相 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是真的吗 黄念祖大德说 祖福出广昌十相 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象征法音深远 请师父慈悲开始 佛法有障通别源 在藏教里面说 祖福他的三十二相 有一相是舌 舌长伏面 舌的宽广度可以盖住面 这说明这个人 是三大阿僧起劫 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所以在藏教佛里面 佛境里面常常那些 外道婆罗门说你 佛说了很多 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之后 他不相信 不相信佛就会实现 这样的一个内向 实现内向一边 外道婆罗门 他都有三根 在婆罗门的教典当中 也都说到过 有这种内向的是 不会说假话的 说假话他不会有这种内向 所以这一信 他就会相信这种 有这种内向人说话是可信的 那么在阿弥陀经里面 他是大乘佛法 这样的实相 这样的内向 是让大家产生信心 净土法门是最难以产生信心的 所以主佛这时候要让 我们众生产生信心 也要伸出实相来 来取信 那么生到法纪 覆盖面是三大阿弥陀几节 不是讲一句假话 现在这个实方主佛 生出的不是生到法纪的 而是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石头都盖满了 那就不是三大阿弥陀几节 没有说假话 而是无量节 又无量节 没有说过假话 是来让我们证明念佛法门 释迦佛讲的真实不虚的 是这个道理 好 面对这缤纷的世界 如何使内心保持清静 你首先要看到 这个缤纷世界的幻想 肥少墓 五光十色 里面很快就会消失 无常 苦空 就不对他 不被他诱惑 你为什么不清静 是被这些缤纷的世界 无非是财生 民事 喧闹 你认为他真实 调动了你的欲望 你去猛坡过去 你就不清静了 现在你看穿他的这种虚幻 之像 不受他诱惑 不丢脸 不贪执 这就智慧观空 智慧观空 有时候还不是太得地 虽然理念上知道他是空的 但境界一现前 又是很猛力的执着上来了 这怎么办呢 那就好好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碰到这些缤纷的世界 你就转过念头 不注意他 注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里面 有无量光 无量智慧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场的一些问题 我从幼年到青年时起 受到家庭信仰佛教的熏悉 终生都信仰佛教 维持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我的家庭也四分五裂了 我经历了人生无法形容的苦难 平反后 我总想把朴素的教义教理的佛法理论提高一步 为逢法做点事 虽入净土法门 却总不得功夫 现在我参加了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学习 可基础的知识我早已掌握 想修 想选修别的课程 又受到限制 我无可奈何 我现年一六十岁了 身体还可以 总觉得时间不多了 所以特别着急 我看到你写的几本书 觉得有味道 故请你给我开示 你已经六十多岁了 在人生也经过种种的苦难了 你还不赶快把这一念艳离心提起来 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还去搞什么基础知识 还去搞什么东西干嘛呀 伤于已晚了 来日无多呀 你不要以为身体还可以 说无常就无常啊 你竟然感觉时间不够了 你竟然着急了 那你从现在开始一天念三万到五万佛号 念念求生净土 也不要想到修其他的课程了 你好好把印光法师文操 净土诗药 净土五经 反复读 不要搞得太多了 一门深路 末幻题目 求生净土 不要再搞得太杂了 这个 为逢法做点事 你这么大年纪 你先解决你往生的事情 你现在以你这样的想做逢法 也是很难的 这个时代的众生刚强难化 你自己都学佛 没有一点功夫 你怎么去度化别人呢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 要有自知自明 穷就是我的道 道理 功德法财 还很贫乏 这时候就自知自明 独善其身 一天三万五万佛号 求往生 韬光炼吉 还去学这个 学那个 去干嘛 所以我是奉劝你 别说你六十多岁 现在我们就是四十多岁 都在琢磨着赶紧求往生 时不我待 不要再打妄想了 赶紧念佛求往生 我每天早晚课回向 有两个内容 不知在什么时候回哪个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念佛弟子 为求愿往生 极乐世界成佛度众生 愿佛慈悲不舍 哀怜 四十五 第二 愿以此念阿弥陀佛 圣号的功德 回向给某某某 生生世世 即现在生父母 师长 六亲眷属 冤亲在主 堕胎流产 之王 小亡灵等众 顶礼三宝 求来忏悔 普及四方世界 回向极乐世界 同生进度 同渊种子 以上两种回向 有何区别 用哪种回向 你用第一种回向就可以了 不要搞得太复杂 你解决往生七方进土的一事 其他的问题都好说了 你自己往生不能解决 又度那个又度那个 多成画饼 一直以来 很多人 包括我都认为 九品往生的差异 在于功夫 当法师在讲课时说 九品往生的差异 不在于功夫 而在于圆 时 我感到很吃惊 也不理解 这个圆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上品上升 是什么样的圆 我们在下面 多数认为 所谓的圆 归根到底还是功夫 请法师详细开始 九品往生的差异 不在功夫而在圆 这不是本人的观点 首先顺明 我们有这个知识产权 这个知识产权 属于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在关键四帖书里面 就是针对九品往生的经义 最后得出的结论 九品往生是在于圆 那么上品往生 上三品往生 是他遇到大乘佛法的圆 发行广大 往生 中贝往生 是遇到小乘佛法的圆 往生的 所以早中辞戒 下品三倍的是遇到恶缘 所以造作五逆十恶 要下地狱 就在这样的地狱 下地狱的巨苦当中 由这个苦难逼出了他往昔的善主 显现出来的是什么 遇到念佛往生的善知识 跟他讲净土一法 他猛然相信了 以忏悔心念佛往生 下非三品 是遇恶缘 又同时遇到往生善知识 这样的因缘 那么这样的叛言 是很正确的 为什么呢 由于念佛一法 就是靠感应道教的原理 你遇到大乘佛法的缘 他的这种菩提心 就能够跟阿弥陀佛那种大乘的心量 沟通的很好 感应的很好 所以崩得下 他接纳这种弥陀愿力功德的 龙气也大 当然他是上平往生 那么中北往生他是小乘 小乘他也有出世间的善根 他这他信量比较小 所以就像大海的水 你龙气大就咬的水多 龙气中等就咬的水小 那么你恶缘 恶缘你本来恶缘就要下地狱 是由于有你叙事的善种 那你遇到往生这样的知识 顿能产生信心 往生 也能够得彌陀愿的慈悲色手 悲鸣色手 往生西方进度 但是到西方进度 不能马上花开进火 由于你的恶缘 造的恶业 使你在莲花里面 或三节 三小节 或六大节 乃至十二大节 这是很符合道理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养性 善导大师 号称是迷途古佛再来的 这样的诚实语 不要去怀疑 你吃精是说明还缺乏智慧 如果看了以后 很有道理 桌子一拍 讲得对 说明你有点善根 请问法师无生法人 是什么样的境界 这是一般的通途教理都会谈的 无生法人 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法 忍是忍可的意思 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法当中 这是在通途教理 破一品无名 就能够初步的无生法人 究竟达到八地菩萨 就是究竟圆满的无生法人 离心一时 这个在天台教理当中 都有一些很明显的阐述 我们整天在寺院 于家里来回穿梭盲室 很难有整块的时间念佛 所以念佛的质量很难提高 真的 以前我常常在梦中遇到逆境 能提起佛号 知道求往生 现在梦中遇到逆境 就想不起往生 而是念佛求保佑 这样心里常犯低谷 菩提心也就随之不存 觉得事迹好可怜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慈悲开始 你要了解到 在寺院住世 在修福报 那么福报修到一定程度 能转化为智慧 整块的时间念佛 这是你修到一定福报所得到的修行的优厚的条件 所以跟你修福报能导致有整块的这样的时间念佛 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那么我们也确实希望每天会有一个整块的时间念佛 哪怕你静静地坐在那里一个小时 这样的整块时间念佛 比你忙忙叨叨来回穿梭 忙事 那个质量当然会好 我想不至于你忙的一天 一两个小时 或者三四个小时 错误出来的程度 这个在梦中能不能提起佛号求往生 这是你平时那种深信切怨的程度 在你阿赖耶诗里面所熏悉的信息 能不能到那个份上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 你在梦中还提不起佛号求往生 你就在你醒觉的时候 你醒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梦中 也是在梦中 梦中说梦 总之我们都在无名大梦里面 你在一个这样的梦中 再加大再加强在另外一个圈里面的梦的信息 慢慢的它也会转化 是你的心念的一种熏悉力量的一种转变而已 你不要认为自己好可怜 我们就是好可怜 但是阿弥陀佛好慈悲 好有威力 我就交给阿弥陀佛 就解决问题了 将功德回向他人是否有用 肯定有用 根据同修们经验 将功德回向他人消夜 除病都有好的效果 你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 但若真实有用的话 有那么多同修回向 有无量无数的佛菩萨 念念将无量无边功德回向一切有间 当然对我来说就是回向给我 那应很容易消除我的捏掌 成就我的菩提 但我为何长久以来轮回六道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早已回向给我们了 但你为什么还会轮回六道 你不要问阿弥陀佛 他早已成就的回向的大悲心 是你是不是愿意接纳的问题了 你常常说轮回六道好谷好谷 真的让你离开 你还不愿意离开呢 天天说往生往生 真的阿弥陀佛来了 你就能走得了吗 就愿意去吗 宋代有位老和尚 他念佛功夫很深 他有一天跟寺院的所有的比丘 沙米说我要往生了 我还可以带一个人去 看看你们谁愿意跟我去 这些人 那么多人站在那一听这个话都愣了 谁都不吭声 还是一个小沙米天真活泼 说老和尚要往生 我跟你去 那个老和尚说你跟我去 那你得要跟你父亲说一下 父母说一下 要么怕麻烦了 这个小沙米就蹦蹦跳跳回到 到他父母那说 哎呀 爸爸妈妈 这个老和尚要去极乐世界 我要跟他去好不好 那父母以为小孩开玩笑 谁都像不像 这个父母就 好好好 小孩子好好好 这个小沙米现在回来 说我父母同意了 父母同意了 那这个老和尚就叫他坐 坐在旁边 还是念佛 这个小沙米先走 这个老和尚后走 这个例子一方面反映这个不可思议的念佛功德 另一方面我通过这个例子还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到 这些人听到老和尚讲这话的时候都不吭声 你说六道轮回哪那么容易离开 真的动真格的时候 他都会向阿弥陀佛请假 哎呀 我还有这个是没有完成 那个是没有完成 他是这样的 所以你长久以来轮回六道 你问问你自己是不是有真实的处理性和心求极乐的性 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再看看网上的 学佛悟出的道理 有师兄告诉我不能说不能对别人说 请问法师为什么 我们说学佛你所证悟的什么境界什么东西 你不要随便对别人说 随便一方面你把握不住可能会打大妄语 这就犯了五界的根本界 但是如果你求善知识来印证你这个悟道的道理是不是正确 你所出现的境界是不是正常 这时候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你不能碰到什么事情 你就跟别人倒着悬崖 哎呀 我学佛得了什么境界 我学佛又开悟了 我学佛甚至还打妄语 我好像得了出国了 这个原来我在北京十多年前的时候 都有个人说他证到了恶果 一下子轰动很大 哪有这个事情呢 这个时代谁能证恶果啊 结果一看他的眼里那里哪像正恶果的样子呢 这个这东西就麻烦了什么 这个他自己都不自觉的犯了大妄语 这要注意 请问师傅我老公把佛塔砸后 我睡觉就睡不着老是夜 或是做不怎么好的梦 你老公怎么那么大胆呢 这个佛塔怎么能想扎就扎啊 所以你得要做好你老公的思想政治工作啊 对三宝一定要恭敬啊 即便对那个东西不想供在家里 也可以送出去 也可以 你把它扎掉干嘛呀 所以肯定会对你心里暗示了一个很不好的暗示 你自己觉得这样不好 但放不下你就睡不着 睡不着 住不怎么好的梦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还是那你跟你的先生一起啊 能够把那个佛塔恭恭敬敬的请好 恭敬一点啊 这样这个家里有一个佛塔 有佛菩萨形象啊 也供点水供点花燃点香 整个家庭也极强啊 美满 你的睡觉也会睡得安稳啊 一个人家里充满着佛的气氛 他就智慧光明了嘛 所以你要跟你的先生把这些道理说清楚 我们生命要吉祥奴役 一定要养靠三宝的力量 要恭敬 越恭敬越得利益 越亵渎 就 越要得到灾祸的 当然佛菩萨 他不会跟你去计较了 大慈大悲嘛 但是有些天龙赋法啊 他可能他烦恼没有断 看到你这个人太 怎么把佛像佛塔都砸了 那可能他会成 来跟你过不去啊 所以还是把这个尽量去做些善后的补救工作 那忏果你结账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法师吉祥 既然无我不存在念佛人 那么谁往生 谁再轮回呢 西方极乐世界 十报庄严徒的菩萨们是重还是业 请法师慈悲开始 我们说是个世间一切苦空无常 无我 是从真谛层面去说的 他确实是这个样子 没有能念之人 没有所念之佛 实际礼地不染一层 他是正确的 但是在我们凡夫层面 你没有证到这个境界 你的阿赖耶士 中阴生 你的往生是神时往生的 不依不易不断不长 他有一个往生的东西 轮回也是这个神时在轮回的 但这个神时 你也不能说它是个实体 它是不长 但是也不断 这个中道了异 这要说起来就很多了 所以我们轮回 没有一个实在的课题 但是它是有一个载体的 不长不断 不易不易 所以我们的往生 是这样的一个神时往生 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 把这个阿赖耶变成大圆禁止 与法性的离体 这个融会 就是法身 法身就没有这些 他就是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 无受者像 也没有生命像 也没有时间像 也没有空间像 也没有衰败像 所以这是真谛 但是在俗地层面 你不能排遣这些 真谛和俗地 它是要圆融的 所以往生 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求证无生 是从有念 得到无念 是这样的情况 西方极乐世界 时报专严图 它是叫清净大海众菩萨 无量无边的菩萨 当然是众了 同时他也可以说是一了 他们共同一法身 所以这都可以说 所以我们希望成为西方极乐世界 清清大海众的一员 同时也跟佛菩萨一样 求证到清净之道 就要一道出生死 一道正涅槃就好了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